好了 那么这个案例中我们来看一下 Macscript脚本语言编辑器里面 关于这个编辑卷展栏的一个 不是很重要的功能 但是呢 它比较有意思 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progress bar 进度条 我们将来在安装软件的时候看到过进度条 那么在操作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看到进度条呢 好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工具 编辑卷展栏 将这个微条框先删掉 把这个画面拉大一点 我们现在呢 建立一个进度条 这个位置有一个进度条 process bar 按住鼠标拖拽 出现了一个进度条 这个进度条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 英文名称的设置 比如说叫进度条 进度吧 OK 然后这个位置 我们写成 我们写成进度条 OK 好了 设置好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设置一下它的颜色 那它默认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 蓝色 那么蓝色 我们把这个值给它改成一个红的 255 0 0 OK 这样它就变成一个红色进度条 然后呢 我们让它数值为0 默认数值为0 好 设置好了这个进度条之后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按钮 找到一个按钮 因为我们要进行一项工作 按下去之后呢 进度条上才能反应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按钮创建出来 好 一个button 这个按钮呢 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 叫 这个 移动 随机 随机移动 中文显示名称呢 叫随机移动 OK 设置好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来对这个随机移动的 这个按钮呢 对它进行一个 程序处理的 书写 我们给它写一下 大家看 on随机移动 press do 在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 我们先呢 给它写一个括号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 直接输入 for a in selection do do什么呢 所有被选择的物体 做一件事 我们把它往后一点 做什么事呢 把它放大一点 control 鼠标滚轮 for t 变量t等于0 到100 by5度 就是现在呢 这个t这个值可以从0取到100 然后隔五个值取一次 就相当于时间 时间划块 animate on 打开自动关键点 记录动画 然后 at time t 在第t帧 要做一件什么事呢 我们把这个括号扩起来 放在这里 好 我们在这里书写 a.pos.x 这个物体的x轴坐标 等于 等于 扩号 t 乘以 扩号 random 随机 1.0 到5.0 这样的话呢 就是 所有被选择物体 做一件事 t是0到100 五个数一取 打开自动关键点 在第t帧 a这个物体的x轴位置 等于 t这个数值 乘以随机的 1到5 也说x轴 它每隔五帧 随机移动一下 随机移动一下 OK 下面呢 我们再继续打上 这个进度 就是进度条 它的数值 value 就等于t 它这个数值 就等于这个 t这个值 OK 好 最后呢 进度条完成之后 进度条完成之后 我们把它扩起来 回撤 把这个往前一点 进度条完成之后 我们再打一个 括号 把它扩起来 好 就这里面 就是我们所有写的东西了 然后在这呢 我们继续输入一个 进度.value 等于0 最后呢 我们让这个进度条 又归回0位 归回0位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 确定 现在我们点击保存 关闭 我们现在全选所有物体 工具 计算所有 我们来看随机移动 当然这个速度很快 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进度条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来修改一下 嗯 我们现在随机创建几个物体 创建几个球 多创建几个 物体越多呢 可能运动的就越慢 然后呢 它就会 在这个进度条上有显示 我们把这个5啊 给它去掉 就是0到100度啊 OK 好 全选所有物体 Ctrl A 工具 计算所有 来试一下 大家看 这回这个进度条出现了 最后又回到了0 所有物体呢 大家看一下 哎 就产生了这个随机的运动 每针都有一个关键点 OK 刚才大家看进度条走 在走的这个过程 然后最后进度条归0 就是这么一个设置 那也就是说进度这个数值 它就应该等于T 就是0到100 这个值就应该给0到100 那么0 它就稍微走一点 走到整个进度条的1% 1的话走到1% 0的话没有 那么10的话就是10% 如果呢 T到100的时候 这个进度条就走完了 走完之后 最后我们让进度条的数值 再归回0位 这样呢 整个这个进度条的一个 测试就已经出来了 OK 这就是进度条的讲解 OK 谢谢观看